我們後來的這兩講會比較偏向於跟法政還有原住民的社會有關聯 因為我們好像還有最後兩場 要稍微趕一趕 好在大家大概前面聽了我們的以後對原住民的腦袋在想的東西可能都已經有一些了解 那現在我們要把那個原住民放到台灣的社會跟歷史的脈絡去看 也就是說我們的那個焦點不再只是看原住民這一部分 因為原住民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 就跟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一樣 我們有自己的文化跟族群的歸屬感 但是我們更屬於一個更大的社會 那台灣的原住民也不可避免的 要在這樣的一個台灣的大環境大社會裡邊去尋找他自己的定位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這兩講 大致上來說都放在這個架構上面 也就是原住民自己面對他者 一個可能過去對他有威脅的他者 一個可能對他過去會漠視他的他者 我們看看他在這個裡面 他可以不可以找到他跟這個主流社會一個對話的平台 這個對話的平台是建立在哪一些基礎上面 大概就是我們後面這兩講 那個腦袋裡面要思考的問題 那我上一次已經列微的提到了 原住民在法政存在他們這個部分的一些重要性 也就是說處理這種族群的關係 最好是能夠放在一個法律跟行政的架構 這樣的一個客觀的架構裡面去處理是最好的 我們現在最近那個新疆的事件 大家都注意到了 我去新疆去過 而且我就住在烏魯木齊 然後我最近一直到伊里 到了中俄邊界 我那邊有非常非常多的威吾爾族哈薩克 跟蒙古族的朋友 我每次去那邊他們一提到漢人 有一種非常長久的情節 有非常多的不愉快的這些經驗 那原住民好像在過去的情況裡面 也跟漢族也有一些這種牽連 然後大陸是因為在1950年代 他們對整個中國內部的族群做過一次大的調查 所以在他們的憲法架構裡面 很早就把中國是一個55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 所共同組成的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 這個概念放進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面 所以在法政架構上面 我們看到從1950年代開始的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事實上已經把多元族群的概念放在裡面 然後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的行政架構 很早在最高的人大 或者是一直到他們的地方制度裡面 都開始會有這種自治區 自治州 自治縣 一直到自治村這一類的這種 不管你那個人數有多少 比如說有幾個族群 好像才兩百多個 承認你 你就在人大裡面會有位置 你就會在你的自治村裡面就有一定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是在中共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我們如果到大陸去走一走 大概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中國的整個的政治的結構 整個的權力的這個核心 根本不是在法政上面 而是在黨 所以這一些架構基本上是以黨領政的 它背後還是那個黨的意識形態在支持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到中國大陸去 看起來那個形式架構 也有民族學校 然後他們也鼓勵他們用自己的母語 這個也有這一套東西 但是事實上那個骨子還是不對 就我的看法就是 它已經滿足了某一種形式的正義 或者是形式的這種法政的建構 可是實質上面還是有一些問題 但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憲法 上一次我已經給大家開頭了 就是我們原來的內部憲法 是連這樣的一種民族形式的架構都沒有的 我們原來的內部憲法 在它的民族的概念裡面 憲法的條文裡面 只有盟障跟一個叫做邊疆民族的 這樣的一個籠統的概念 我這個上一次大家都講過 所以我說從法政的結構來看 我們在大陸我們遲遲晚的 我們是民國八十年修憲了 原住民再才入憲 這個顯示我們是滿落後的一部憲法 原來的內部憲法 一直到民國八十年才有 所以我在讀書的時候我是邊疆生 我上一次講過 我在台灣到哪裡都邊緣 到哪裡都告訴你是邊疆邊緣 原來的這個情況是這樣 但是台灣的歷史跟社會的進程 也有它獨特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民國六十年開始 也就是一九七零年代 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 台灣的整個社會在改變 這個改變 先不從統獨去看 我們單單就是整個台灣 要處理它自己內部的國家定位 跟國家認同的問題 它就不得不做那種改變 大家都知道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裡邊 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央民意代表 如果再加上監察委員 以前監察委員也是選的 對不對 不過他只是間接的選舉 對不對 這幾個中央的民代表 在過去的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你不可以隨便選的 因為它的選區包括整個 我們中國有35個36個行程 包括這個 所以為什麼中華民國到台灣來以後 我們一直到民國六十幾年 都沒有中央選舉 民意代表的選舉 因為是不能選舉 你選舉就違憲 最危險 當時有一些人 主張 比如說雷政這些人 他們主張 台灣趕快就 乾脆就宣佈進入第二共和 重新的制限 重新的制限 那個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雷政他們的觀念就已經是這樣 他們覺得大概反攻大陸不太有希望了 你一年準備兩年 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你可以一直重複 這個是果然一重複五十幾年 對不對 好難啊 那麼大一個地方 而且國際的關係 也好像不容許台灣做這件事 大家大概都耳朵都聽到過一些 當時老總統準備動武 動員 我再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說 以前有一個原住民的軍人 後來當了立法委員 第一任的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叫華艾 名字就是很愛中國 華艾 郭世了這老人家 我們也認識 他在當上校的時候就被任命了 就組織了一個原住民軍團 都是閃訓準備要投到中國大陸 然後準備做 大家都這樣想 可是事實上都做不到 不只是我們內部的力量做不到 國際的形勢 那個冷戰的年代也不容許做這個 所以他們講說乾脆進行第二共和 第二共和 第二共和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在這裡宣布 我們進入一個新的國家的憲法架構 然後第一件事情就可以解決 關於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問題 可是老總統不肯 因為你一進入第二共和 就顯示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法統 這個憲法的延續性跟它的正統就被切斷 所以那個叫什麼名字就被抓起來了 大家都知道自由中國那一批人就是這樣 所以它是不行的 不能做的 所以我們的立法委員跟國庭大會代表 大家如果還記得 一直到民國六十幾年底 已經七八十歲 還好我們的那個醫療設備很好 都把他們想盡辦法 讓他們多活幾年等待反共大陸 到中國重新選舉 所以那個說每一次到那個 雖然現在看起來有點好笑 其實也蠻辛酸的你想想看 每次一到那個國民大會選舉要選總統 或者是立法院要做什麼重要表決的時候 你就看到有一群人坐著輪椅 被推進來這個首一局然後再推回去 就那個說的情況是這樣 一直到蔣經國民國六十年開始當行政院院長 他才開始想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我們退出聯合國 我們的整個的中央民意代表沒有民意基礎 沒有民意基礎 所以大家如果記得民國五十幾年六十幾年 台灣的那個民意代表那個權力的核心 不是在立法院 也不是在國民大會 也不是在國民大會 在哪裡啊 在審議會 大家如果有印象 審議會那邊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那邊最代表台灣的民意 中央根本就跟台灣的民意毫不相干 毫不相干 就變成這種狀態 所以那個國家它的民意基礎薄弱 顯示它的那個武權體制裡面 至少就民意這個部分 是沒有合法性的 沒有合法性 所以我們退出聯合國 就面對這種問題 外國外的人不承認台灣 你在國際的合法性已經不存在 你已經不能夠代表全中國了 第二個連你國內 你自己要 要有一個民意基礎 你的這個你的權力的來源 來自於一個有充分的民意的授權 這樣的合法性也被質疑 所以這個國家碰到兩個大的問題 那個國外的就算了對不對 國外的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這樣 宏都拉斯突然不見了 不還在 我們尼加拉瓜也不理我們 去給我們羞辱 我去年就正好就到尼加拉瓜 我還看到這個總統 他也答應帶著原舞者去表演 他的副總統來 還碰到我 他跟我講說 我們的總統會去看你們 我說好 可是那個大使就跟我講 不一定 果然沒來 所以馬英九被羞辱是小事 大概就這樣 說不定是這樣 我們就剩下這些國家 一直到現在我們二十幾個 換句話說我們在國際間 這個也是台灣最悲慘的一件事情 我們的所有的行政的 這個法律的那個政權的行使 完全都是合法的 卻國際不承認 這是笑死人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歐美這些國家 每天講民意啊 講什麼人權啊 都是講假的 他事實上還是一個國際政治的東西 所以他們最好不要吹牛啦 都是騙人的東西 台灣怎麼不會是一個國家呢 對不對 可是國際現實是這樣 我們顯然一直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容易修兵 外會修成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可是這個主動權不在我們手上 可是有一個東西 解決我們的合法性的問題 有一個是我們主動權在我們手上 就是國內的民意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蔣經國民國六十年 正式掌權 他當了我們的行政院的院長 他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開始 中華民國開始有所謂的 曾俄立委 曾俄選舉 對不起 曾俄的選舉 國民大會 少一個死一個 不要再從大陸選了 來不及啦 我們就在這裡 就曾俄 等到他們死光再講 反正就是 我們就這樣 一根柴火 一根柴火 這樣抽籃 一直換 蔣經國在這部分 滿聰明的 就有那個曾俄的 所謂的曾俄選舉 我們現在的李登 那個馬英 不是馬英 陳水扁 他們這些人 都是那個時候曾俄選舉進去的 那時候正在讀大學 民國六十一年開始 每天聽他們演講 瘋子一樣 在台灣 他們在哪裡演講 我們去那邊聽 那時候我們 多麼渴望台灣有一個大的改革 結果沒想到改成這樣 這個曾俄選舉 這個是改變的第一步 這是蔣經國做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呢 他還做什麼呢 他發現 我們不但在民意基礎上面很薄弱 而且在我們的行政院內部 我們的民意基礎也很薄弱 你知道在早期啊 全台灣 沈政府 沈政府主席除了那個 吳國貞是一個文人之外 全部的沈政府主席 都是軍人去幹的 周智柔啊 黃傑啊 這些古古怪怪的將軍 都去當過沈政府 不是他們都不錯啦 可能是你們親戚也說不定罵錯人 這個 他們都 他們都是軍人 都是當過陸軍總司令 空軍總司令以後去當的 這是一個 根本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軍事 變相的軍事統治 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你去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中興新村 一直到現在很漂亮啦 可是蓋起來很像這樣軍營 知道嗎 我每次以前到中興 這個怎麼蓋起來這樣 很像是軍營 我就想到 那是因為是臨時條款 因為大家隨時要準備 反空大陸 不願意蓋那個太大的房子 只要 可是事實上是一個軍人的 腦袋去建構的一個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去中興新村 雖然很安寧 可是看起來就像眷村 就是 原因就這樣 那個 都是軍人喔 那中央的那個行政院呢 以前喔 只有內政部長 連戰的爸爸他們都當過喔 欸 是 是那個什麼 是 是台灣本土的 其他 通通都是外省人 我對外省人沒有意見 老是很喜歡外省人 我講過 前面講了很多 不要誤會我有這種 我不會有你們這種情緒 原住民永遠就是很愛你們啦 管你們是哪裡 可是那很清楚那個時候啊 大部分都是外省人 軍事外交不用講 國防外交都不用講 其他各個部會沒有一個是 開始有突破是什麼時候 像那個 以前的台北市的第一任市長叫什麼 很慘啊 他孩子都活得不好 那個 高於數 高於數當過什麼呢 交通部長 交通部也很快丟出來了 對不對 可是整個的那個行政院架構裡邊 也缺乏台灣名義 蔣經國怎麼做 他開始請李煥 也就是那個李慶華 李慶安的爸爸 去推動執行 一個叫崔台青計畫 對不對聽過這個嗎 他是崔台青 吹 鼓吹 吹捧這個台灣青年 那很多都送出去 中山獎學金出去啦 包括許姓良這些 後來都叛變啦 他們都是這個 還有趙索伯 他們這些通通都是 就開始培養這一群台灣的子弟 然後呢 他的你看他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他的副院長徐慶忠 是本省人 而且那是做農業的 馬上就 他開始把那個省籍因素 把這省籍的因素 放入他的政治權力的分配的原理裡邊去思考 所以漸漸有一些的部會 開始開放給本省的政治精英 然後當然鄭首長如果是外省人 副首長就是本省人 不然就是就開始把這個省籍的因素 放在他的權力分配的組織原理裡邊 這是蔣經國做的事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很聰明的在改變台灣的那個時候的 合法性問題的國內的部分 但是他還是不敢全部改變了 最後徹底把那個動員勘亂時期解除掉 這個還是李登輝時代 這個是崔台青怎麼弄的 然後行政院裡面你看連那個 我們的李登輝 事實上就是那個時候入閣的 我們那個他當政務委員 我很早就覺得李登輝可能會很受到重視 因為他那個人很古板 然後又是基督徒 又敢講一些真話 我以前有說看一些照片 看那個蔣經國 看那個李登輝的眼神 就是好像充滿那種 一方面是敬佩 而且是有一點點忏悔的感覺 李登輝真的很厲害 李登輝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那時候就注意你們不要笑 我會看相不是看相 因為我念魏晉玄學 所以我對那個人物品見 一個人走路的樣子講話 我會看出一點端倪的 我以前當行政院副主委的時候 是小咖 雖然官很大但沒有人理我 所以每次在行政院院會 我坐在那邊 我做的什麼事情知道嗎 就看人 然後他說連戰的如日中天 很多人跟連戰講話的那個臉神 就跟蕭萬長講話的臉神就不一樣 我通通有記錄 以後都會寫 他們那個講 我就看戲 然後畫畫 厚厚的那個都是日記 但是我不會寫他們壞 都會寫他們把它當作藝術品 當然有一些瑕疵 就是把它弄成那樣 我怎麼會扯到這裡 就是開始要催台青了 就是弄了很多的政治的 台籍的政治菁英進來 這就是那個台灣社會的這種改變 然後也是從蔣經國開始 你們知道像我東部人感受最深 你知道我一直到民國七十幾 已經是民國七十年代 我們花蓮台東的火車 還是小火車 你們有沒有做過 那個小小 可是我蠻喜歡的黃色的 小車廂窄窄窄的 以前從花蓮到台東做那個火車 鐵軌也是窄的 那都是日記時代蓋的 台東花蓮這邊大部分的機場 鐵路 公路 都是日記時代規劃 換句話說 日本人走了以後 1945年 一直到1980年代 東部沒有基礎建設 沒有什麼大的建設 後來看看西部也差不多是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 台灣真正開始 把那個國防的經費轉移 譯注到經濟的投資 事實上是從蔣經國開始 我們把它叫做十項建設 我印象很深 民國六十五年大學畢業的時候 一個大學生到外面工作 大概四五千塊 已經算是很好的薪水了 可是十項建設完成 到民國七十年的時候 大概翻了兩翻到三翻 差不多一萬五左右 算是好的薪水 在那個時候 可見那個改變是很大很大的 十項建設也是台灣 經濟奇蹟的很重要的基礎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改變 然後呢 還不只是這樣 剛才我們講的 中央民意代表的改變 還有行政院的權力分配的改變 還包括經濟方面的這種改變 還有一個改變是什麼 來自於社會的 台灣也越來越容忍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 不去容忍 台灣那個社會力的釋放 我們來說的黨外運動 到處 雖然沒有什麼燒殺擄掠 但是呢就是很熱鬧 台灣很可愛 打來打去都不會打死人 這個 這次也是台灣可愛的這樣 這個 可是就是你看那個社會力被釋放開了 然後 經濟的 社會的你看 剛才法政這些都有這些改變 但是還不只這樣 台灣的這種文化 也開始 我記得在民國六十幾年 電視啊 很少聽到閩南語歌 有啦 都是靠條啊 喊一喊 一直哭的那種聲音 不是老公不好啊 就是那種赤道不好 那種歌 都不登大雅之堂 可是後來你看那個風飛飛 他的一道彩虹 他到最後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注意 用小提琴伴奏 用那種 用西方很好 這個優美的這種高級 我們所謂的高級的樂器去伴奏 唱閩南語歌 大家覺得好聽啊 民國七十年代 洪隆洪跟江蕙開始上來 然後到民國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左右 林牆那個向前走 上來 他那個之前有一個 鹿港小子 講那個鹿港小鎮的那個誰啊 你看看他那個 音樂的力量 顯示台灣的那個 聲音的美感世界 在改變 在改變 然後 還不只這樣 我們的 語言的美點 語言的美感經驗 那個美點也在改變 以前我姊姊他們都是師範學要畢業的 他們每一年就 我每次就看到我姊姊 就不要胡燉亂燉燉壞了 我的紅燉肉燉燉豆腐 對 然後那個什麼圓啊 吹啊 那個一大堆 那個國語正音 以前呢 我們聽一個人講話 有那個北京腔 我們覺得這個 他很醜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他很美 就是那個 你的美感經驗 你就覺得那個國語講成 你好 那個後面有個兒化韵 一個點兒這樣 哇那我感覺 哇怎麼這麼美啊 這以前 我不曉得 我想你們很多人的 跟我的經驗很像 所以我們以前在台東中學 我最喜歡我一個數學老師 他是北京人 他一上來我就哇 就覺得他其實很醜 但是就覺得他好美啊 就是那種 那個語言那個美感經驗這麼強烈 可是呢 在那段時間 我們的語言美感經驗在改變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誰啊 林漢港 林漢港那時候 哇最紅的是歐倫味 對不對 這個一講話出來 哇大家就如 我們那時候也好喜歡他 然後他到台大演講 那個講話那種 你就像 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之後 民國七十年代開始 越來越多的人 對那個喝也不一定那麼那個 電視台那個 還故意給他講成很焚怎麼樣 那個時候 我記得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出現了那些 那些很用客家話 那個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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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不清楚的那種 用用法弄出來的那種 啊這個就還有現在就原住民的腔調也進來 對不對 大家不太在意說你一定要講自正腔圓的國語 你開始你用一點閩南的感覺 大家覺得很舒服 本來語言 每一個民族在受到他族群的影響 他的那個腔調受到他自己的母語的影響 本來是一件很美的事 我把它叫做留在舌尖的祖靈 留在舌尖 我一聽那個布農族講話 我根本不用看他 我聽他講話 我就說他是布農族 我要喝六瓶米乳 那個六瓶米乳 就是一聽布農族 就覺得好可愛那個聲音 那可是呢 在過去這個東西是被排斥的 可是現在你可以看到我回來 定影民國七十年代開始 開始從這個悲情城市無顏的山丘通通過來 這個就是我想給大家了解 我描述這些東西就是讓大家去看 從民國六十年代開始 一直到民國八十年 七十年代 就是1970到1980年代 台灣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歷史走向 我們可以把它粗略的把它稱作是本土化 本土化 這本土化不是政治概念而已 你可以看到我描述的 它是從政治 從法政行政這些 一直到社會 一直到連我們的語言的美感經驗 對聲音唱歌的那個美感經驗都在改變 影像的電影的那個也在改變 而且民國六十五年六十六年左右 也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 然後你去看王貞和的小說 裡面好多好多閩南話 掺著在裡面 那後來你發覺到台灣的文學語言 不再是追隨比如說余光宗 或者是追隨朱熹寧 他們早期那個反共文學 或者是像司馬中原 你一聽我看司馬中原寫的東西 我就知道他是哪裡人哪裡人 因為這是好事 它代表的是他自己原來土生土長的那些東西 這些東西本來是有意義的 但是在台灣我們有的時候 卻把它變成是一種政治性的東西 可是明顯的在擺脫這個 原來的這個台灣的文學的那時候的 我們那個時候民國六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台灣的文學的經驗 大致上來說都是懷舊的 就是金大班的最後一頁 台北人裡面所描述的 張愛玲的小說裡面 講的是上海 講的是湘江 那時候我們看的電影 也都是梁山伯爺 朱英台 你看我全套都會唱 江山美人 達基 花木蘭 就都是這些東西 沒有一個 然後比較有一點點的 現代性的就是瓊瑤的小說 瓊瑤的電影 那時候瓊瑤的電影 都是俊男美女 不然就很有錢的一個女孩子 愛上一個很窮的什麼 都是那種反差很大 然後就常常看到那種 帶著傘在雨中 在吊橋那邊互相看很久 然後一丟就跑過去抱起來 就這種 跟那個我們的本土經驗都沒有關係 可是鄉土文學論戰就在想 文學是要表現什麼 開始有那些 而且那個語言本身也在改變 後來你去看吳聖他們寫的詩 寫農夫 我們去看黃村民那可愛的人 我跟黃村民認識好久好久 看到他就想笑 因為他很像破派 他如果能夠跟周美青在一起 剛剛好 一個很像Oliver 剛剛好 好可惜 把他們都在一起 大力隨手 你看都好 他的語言那麼可愛 這個都 我們都可以把它叫做本土化 我為什麼要敘述這一段呢 就是要請大家了解 台灣的整體環境有了這樣的改變 那原住民 46萬的原住民 在這個台灣的本土化的過程當中 他甩出來很多東西 但是有兩個東西 對原住民是很關鍵的支持因素 一個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原來那個單一的價值觀 被迫越來越趨於多元 你想想 連國語都不要支持詩很清楚 可以混怎麼樣 對不對 你就可以想像那個 可以被接受 差異可以被接受 所以民國八十年代 為什麼我們的教育改革裡面 很多的教育政策 開始把所謂多元文化教育 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講了快二十多年了 其實在教育場合裡面 我們還是沒有真正的實踐 可是至少腦袋裡邊 對這個差異跟多元已經 大家不會覺得是不好的 這個是一個 對原住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然後還有很多要的支持 就是整體社會的支持力 也就是說原住民這個 能夠從那個文化一直倒退 然後一直在破滅的過程當中 開始能夠挺住 不是原住民有一群人很了不起 比如說孫大川 不是這個 當然也是 但是更重要的是整體環境 是各位的改變 是整個台灣社會的改變 一個理念 是要在一個整體的社會改變的支持底下 它才能夠變成現實 要不然就太早 李敖就是太早 後來他現在還好他活得了久 沒有像他的老師陰海光那麼倒霉 所以他每次都講陰海光這樣不行 有國有名 一天到晚想投蜜羅江 四十幾歲就死掉了 敵人都還沒有死 有什麼用 他就活到七十幾歲 就一直看著敵人死光 李敖說就很棒 他因為活得常在這樣 那個 所以這個多元 顯然是很大的支持力量 可以讓原住民 有一個比較鬆軟的土壤被接受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呢 好死不死 要講本土話 原住民雖然很少 文化也被摧殘得差不多 但是你不能迴避原住民 是台灣最本土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 但是我後來請你們看那個被綁架的主體 用問號 我們還是要綁架一下原住民 所以一定要講一下 你看一直到後來 連我們國歌總統舊職還要請阿妹去唱原住民 無論怎麼樣 他的本土話 本土話裡邊 原住民突然找到他的文化跟歷史的正當性 他的正當性 以前你可以瞧不起他 可是你講本土 原住民講你們吵什麼嘛 三百年四百年跟五十年六十年來還不是都是外來的 統統滾回去算了對不對 你不要叫人家滾 統統滾 有人講說 很多外省人來台灣吃台灣米 怎麼樣怎麼樣 一句閩南話都不會講滾回去 原住民講說你來這裡四百年 一句閩南話都不會爬回去 你沒有那個本土性的問題 他碰到了 而且有趣的是什麼呢 台灣這個在本土化的過程當中 要重新建構它的歷史觀 建構它的歷史觀 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我們那個時代民國五十年六十年在台灣 史學界 歷史的交易場合跟那個市場裡面 最紅的是念現代史的 近代史現代史 大家都去念這個 那個奧班就是中國史 中國史還是比較是近代 上古史沒有人唸 只有杜正聖唸 唸到後來跟大家都不合 好可惜 他也是很聰明 因為我們一起弄 我不是一起弄 我也弄過假古文 所以知道很了不起 可是沒有人唸台灣史 台灣史那個說 台灣有歷史嗎 大家的想法是這樣 我有一個外國日本的朋友 他那時候到台灣來唸我們台大中文系 他要寫他的碩士論文說要研究台灣文學 我不說那個 那個時候我們所系主任是誰 批回去 台灣沒有文學 不可以研究 大家不要笑 那個說真是這樣 真是這樣想 台灣沒有歷史 他們覺得 而日本那個五十年 根本都不能看 那個地方 他說那個是日本的不能研究 所以那個日本研究也沒有 所以你看那個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到台大圖書館 那時候才開始挖掘到像那個伊能家局 這個深醜製作 特別像伊能家局的手稿 被封城在台大圖書館那麼多年 半個世紀 台灣好像 那個就完全被剪掉是空白的 所以那個歷史研究幾乎是零 本土沒有 哪像現在我們才到 日本那個說那麼豐富 又到西班牙荷蘭時期的東西 唉呦 台灣還蠻麻煩的 歷史還蠻多的 可是在那個說是沒有人研究 那可是呢 因為台灣要來本土化 所以要重新建構那個史官 就有一群人 就不怕死啦 想要做一些台灣史的研究 像李永赤啊 後來都被人家都 還有我們的秘密警察 吳秘查 吳秘查也是 他不是秘密警察 但是他的名字叫吳秘查 所以我每次都叫他秘密警察 你看 他們那幾個人膽子很大 推動這個台灣史的研究 更早期的他們的老師 像曹永和 他現在當院士了 開始做這些東西 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台灣史研究所的籌備處 現在正式了沒有還不知道 一直擋他 不准讓有什麼台灣史研究 最近好像通過 好像已經是了 一直籌備好久 我知道 然後台灣史研究就好像跟台灣的這種本土定位 連結在一起被建構出來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們去看看這些台灣史的研究的著作 裡面通通通都跟平鋪族有關 也就是說台灣史的建構 如果你把原住民 特別是西部的跟漢人 這三十百年來互動的這一群平鋪族 抽掉台灣史幾乎是零 幾乎是零 好可怕 好可怕 所以你注意看很多台灣史的研究者 後來都是最支持原住民的一群人 台灣史研究所那邊 包括吳蜜茶這些人 不管他對原住民感覺說 搞歷史 到最後發覺到 台灣原住民這個沒有辦法跨越 不是他很了不起 而是事實上他就是台灣史的主體 或者是第二個男主角 跟你打對手的主角 你不能鋪裂他 那這個東西 構成了一個大環境底下 對原住民一個比較有利的條件 可以這樣說 所以台灣的原住民的運動 差不多是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的 比台灣從197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 差不多晚了十年 但是跟上了 最早跟上的是哪一些人呢 像那個胡德夫啊 還有像說這個莫納能啊 他們這些人 他們這些人跟上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你知道 黨外運動最初的時候 其實統派跟獨派是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在最初的時候 他們最主要是反國民黨 所以那些有左派意識形態的人 跟這個台灣本土意識的人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那蘇慶黎啊 聽過這些人嗎 還有以前的勞動黨的 也就是說左派的人 注意到階級的這一群人 他們也很注意台灣的原住民 所以那時候台灣那個編聯會 作家編聯會成立的時候 他們照顧過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莫納能那時候就被那個王金平 不是那個立法院院長 是那個以前淡江的教授 他大統派一個 可是那時候他們都是在一起的 包括林正傑他們後來 雖然都是民進黨 但是後來你看路線就開始分開了 可是最初他們是合在一起的 在那段時間 有一些原住民的早期的知識分子 是受到這些左派的思想的啟蒙的 特別後來陳英禎他們出來了 陳英禎組織了那個人間雜誌 人間雜誌因為他們有左的思想 所以特別注意到階級的位置 所以你們去看他們用攝影去做的報導文學 報導文學後來你知道他跟高新疆 他們這些人合在一起 其實台灣民國六十年代的中期以後 一直到民國八十年代的 這段十五年的時間 是台灣很重要的文學主流 就報導文學 陳英禎他們弄的那個人間雜誌 另外報導唐英生命案 報導用影像去導勞工的這些東西 你後來看了原住民的文學作家 像莫娜能也好 包括俠曼蘭崩安 甚至更晚期一點的瓦利斯諾幹 他自己在很多的詩文裡面提到 他那個時候的思想啟蒙 開始有自己的原住民的這種意識 是來自於這些比較左派的想法 像是人間複刊 人間雜誌這些東西 那這個都可以說是原住民運動的一個發任時期的複雜的社會背景 以及支撐這些原住民運動的很重要的台灣的這些主流社會的變遷的這種力量 所以這個大概是讓大家先從大環境去看 原住民後來漸漸一直到現在慢慢被大家能夠接受 而且也漸漸重視它跟這個台灣的大環境是有關係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到了這個民國這個 我每次講民國跟19這樣大家會不會混淆 不會啦 我盡量想統一但是又不太想統一 所以我寫文章就有時候用民國 我寫民國六十幾年就是用民國 19多少年就是這樣 反正很多人弄錯了就他家的事以後去考證 希望大家就不要誤會了 到了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原住民受到這些啟蒙以後 民國七十三年也就1984年 一個原住民的被組織化的運動組織被成立 就是原權會 原住民權力促進會 後來加上原住民族 之前是叫原住民 原住民族後來叫權力促進會 胡特夫就是第一任的會長 可是沒有到一年就被鬥掉了 有沒有了 其實這個原權會真正的那種自發性由原住民的精英掌握的時間很短 他七十三年成立到我七十七年回來 我跟他們一接觸就知道他們已經一盤善殺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有的時候也不能太擴大的去想他的組織性 事實上原住民的原權會的本身的力量是很少的 事實上他在一兩任之後就過了一兩年 原權會真正被當做號召能夠號召很多原住民進行這個運動 那個組織的這個幕後的真正的力量還是來自於教會 就是基督教長老會 因為他們全台灣都有 而且基督教長老教會屬於特別是南部派的 就是屬於南神系統的 原住民的那個很多的牧師通通都是在玉神 就是玉山神學院在花蓮 我們部落所有的人通通都玉神畢業的 你到玉神去念書就一定要弄自己的母語 所以他們會講母語 回到部落傳教就是用母語 所以組織動員力他們有兵有將到處的畢業 以前都被打壓 沒有想到那些人到最後是一直進入到部落的 這個支援末梢的動員力量 九一大地震的時候你知道我很驚訝 我那時候本來要去那個五屆水壩 因為據說它軍裂 飛機下不去 那個直升機下不去 我跟劉兆璇去兩次都沒有下去 後來我用走路的 先到霧射 然後坐一小段的車子 然後到萬風那邊下來 然後就射過濁水溪上游 然後說地震余震不斷 然後到哪裡呢 到五屆水壩 然後到那邊的那個部落 天主教的神父很少了 因為天主教的那個什麼 聖招很難 又不准結婚 不准結婚呢 大家就量了一半對不對 所以就很少 所以那個 我們以前的三地地區的天主教的傳教士 通通都是外國人 所以我對外國神父印象 我從小就在一個瑞士跟德國神父的環境教養底下長大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 我們已經第五代了 你看 都是這些外國神父 外國神父會老 都死光光 很多教堂在那邊沒有神父 就可能一個教區 六七個堂口 只有一個神父他輪流 九一大地震就發生這樣 我就看 我後來有跟我們的總主教講 我說你看 神父不在 你就不能變成部落的核心 可是那個基督教長老教會 養出那麼多的牧師 牧師都可以結婚 比較輕鬆 對不對 通通通都當牧師 每一個部落都有 所以我就到那個中治 到那個部落的時候 一地震 大家都跑到那個教堂祈禱 然後我那時候跟我一起去的是一個日本的牧師 叫 怎麼突然忘了 我跟他也是非常要好的一個牧師 他一定要跟我一起去 他一去 他就拿那個聖經 關於地震的經文 正道 然後一地震的說那個教友本來要 看起來要跑出去外面 他們就說Hallelujah 那些人又回來 他說要有信心 不會倒 就跟我們的這個佛光山的那個誰啊 星雲法師講的話 然後不要怕 這個有佛法就有辦法 就不怕這個 我很感動啊 宗教的層次不縮 他陪著部落 部落有什麼樣的災難都在哪裡 我們空頭的物資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教堂 然後教堂牧師來給大家有公信力 東西不會掉到那裡就弄走 所以那個 元全會的那個時候的很重要的力量 就是來自於長老教 一直到現在還是還是如此 所以他很早就不是一個來自於原住民的政治精英的運動 他事實上是一個跟長老教會有關 然後長老教會跟誰聯繫得很好啊 民進黨 我們的民進黨 所以這個後來這兩股力量 都變成了是援運的背後 或者是原住民運動的背後的支持力 所以原住民的那個被符號化 除了是可能在本土化這個概念的支持底下需要之外 你後來也發覺到它也是政治動員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製造議題或者是尋找議題很重要的對象 那這些東西對於原住民大致上都是有利的 所以73年成立了原權會 有這些支持以後 原住民的這個政治運動 就正式地變成台灣社會跟政治的顯題 它變成是一個題目 以前是連題目都不是 現在是一個題目 這就是法政發展 對原住民來說很重要的一步 也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民國73年 我上一次有給他講到那個李毅元 開始在賢命檢討原住民的政策 過去的政策 所以他提出的報告就是指出來 那個統一或者同化的這種 統一或者是同化的這個政策是不行的 應該要用這個多元的這種思想 多元民主的關係 不要統一而是要融合 這種想法就漸漸地取代了這個 也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注意到了台灣 差不多在1987年左右 省政府那邊的原住民的行政有了變化 我上一次也講過了對不對 他開始有一個三包行政局 他有預算權 可以做預算 所以我們的行政方面 開始因為這個政策改變 他被提升 行政的部分 他的那個位階開始被提升 而且也在這個前後 中央的內政部 也成立了一個叫三地科 以前中央沒有原住民的行政組織 只有在省政府 而且省政府在1987年左右 那個被提升成一個局 然後在那個前後 內政部也開始有三地科 所以中央地方的行政 開始有一個連結 就原住民行政 我們才開始 有一點點開始追上大陸的民族政策 這個大概的情況 這個差不多是民國 就是1987 1990年代前後的情況 然後開始比較大的變化 是1990年代開始的 那說蔣經國已經過世 我們以解言 然後我們也開始修憲 我有給大家一個 本來要印攤是太多了 所以大家以後可能有mail給大家 你們可以去把它取出來 可以看一看 就是我寫的那個 用筆來唱歌 這裡沒有嗎 用筆來唱歌 用筆來唱歌 那篇文章有一個段落 我用那個年代 去點出幾個重要的年代 你們可以去看一看 那些年代 對台灣原住民的法政的變化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那個年代 大家稍微去瀏覽一下 稍微記一記 從1990年開始 你看 後來修憲 原住民開始 三包 那個時候叫三包入憲 三包在憲法裡面出現 因為我那時候參與那個修憲的過程 那個裡邊那個第十條 我們爭來爭去的 他說這個 後來我們確定的那個憲法的那個修憲的那個條文 是很重要加了三個字 國家 印 哪三個字很重要呢 民族的意願 怎麼那麼多字 來 意 意 怎麼寫 意願 就這樣了 國家印、民族的意願 这个义嘛 然后义民主的义 然后从事什么什么教育文化 一直到这个一大堆的 只有这一条 这一条里面我们争了 然后我们后来觉得最 影响最大 对我们来说 义最大的就是这个 之前他说我要国家照顾你 照顾你都很多啦 这个有 但是你不按照我的方式照顾我很累 我很照顾你 然后每天给你吃的饱饱 但是不准讲自己的母语 那不是很可怕的事吗 然后把你养得好好 你不要承认你是原住民 你这个变得好好 给你送到美国回来变成总统 比如说 可是那个还是一个不好 而且是剥夺人权的东西 民主的意愿就是 你可以帮助我 但是对不起 请用我的方式 虽然现在大家也不是这样做了 可是心里面也蛮爽的 我也要假装问一下 医院是怎么样 无论如何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宪法里面 1990年代开始有宪法的存在 我把它叫做原住民法证存在里面的宪法存在 确立了 变成是原住民法证存在的第一个标杆 第一个标杆 然后1993年 第二次修宪 把那个原住民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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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什么话 他说要睡觉原住民不合逻辑 名字怎么会跟逻辑有关呢 孙大川不一定像大川 我小气得很 一个人叫高德义 一个人不仁不义 有人叫王美丽 丑得要死 本来那个名字就是一种 一种好 就是 而且那里还 你的名字不好 还可以改 对不对 那个 你的名字最近又发现 又婚姻不顺 又被套牢 什么都弄 后来算一算 改个名字 这名字本来就是主观的东西 它怎么会跟逻辑有关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他就讲说 叫我们叫先住民 所以日本的用法也是先住民 本来还不错 可是中文里面先这个字不太好 先总统讲功 先夫 我们是这些话 不要这样诅咒我们 回来李医员又帮我们找了一个 叫早住民 早上起来做早操 不好 这样也不好 好 再找一个叫初住民 毁不当初的初 他说你们是初住民 然后 从民国 四百年前来的叫晚住民 然后 38年过来的叫新住民 神经病 神经病 而且这叫什么住民 什么住民 这个不是一个族群名称 知道吗 这个 一个是用空间叫边疆 一个用时间的早晚 大家就在那边 你比较早 早多少 就在那边讲这些东西 我说六千年也过久了 那时候真是好玩 我说你们 我们叫原住民 你们也不肯 我们就不要叫三包 什么 我们那个三包这个名称 更是不符合逻辑 所有的原住民 一半以上都不住在山上 你们知道吗 阿美族 北南族 通通在平原 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在平原 很多汉人住山上 我到学校 我的同学告诉我 说我是山地人 我就觉得 你住在山上 我在平地 你叫我山地人 我就很confused 那个小学的 我印象好深 我说奇怪 你为什么叫我山地人 他在山上 到兰语去 我们说我们是三包 兰语的人 最怕山 兰语的人 那个鬼 就是在山上 所以兰语的人 半夜叫他去海里面 他赶 你叫他去山上 他不赶 有鬼 所以你叫他三包 不是一直叫他鬼一样吗 他说我情人叫岛包 或者叫海包 有没有叫三包 所以我们那时候 后来那个混在一起的 那个结婚 有汉人 有原住民血统的 我们都叫他一包半 每次碰到大城一包 我们就说我们比你多两包 而且那个很多那个大城一包 好可爱 听得懂吗 来福 棉丝线拿来 发多累 就是我不带来 太太就骂先生 说 懒多 就碰到他们 各种多 雷米发 索拉西都去弄 那个你看 那个 我怎么扯到这里 一高兴 我就不知道我在讲哪里 我讲到哪里 你看三包 你看我们就是很 搞得大家都乱七八糟 然后 三地 三包 废话 讲两次干什么 我们是 我们更惨 叫做平地 三包 那个完全错乱 我跟李源讲这个 大人都不愿意 后来 他到现在还不用原住民 不晓得有没有改变 我下一次就查证一下 他后来干脆就叫我们台湾 叫土著 非常人类学的用 后来我的念法叫土著 你看这个倒是那个说的路线 这个路线 它的意义 不只是宪法上的意义 刚才我们讲说 宪法上原住民存在 接受原住民这个名称 是中华民国 主流社会 第一次愿意 听原住民告诉他 他要叫什么名字 我们以前 想叫你翻就翻 撒西米翻 手翻 五分手通通给你叫 叫高沙族也给你叫 分什么族也给你叫 通通的称法 三包也给你叫 我们从来没有问说 我要叫你什么名字 或者你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想办法 让你的名字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以前 所以我们以前要成为 有公民的资格 还要变成汉名汉姓 我跟你们讲过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那个意义很大 是一个 显然是已经 愿意改变 去接受 那个之后的原住民的 正名运动 就渐渐地变成是 还我姓氏的运动 那我自己的姓名 北南族的名字 那个 我以前他们说 用中文的那个评音 我就不去改 很多人讲 你孙大川都汉化太深 不爱原住民 其实不是 因为翻成那个中文 名字很古怪 巴厄拉邦 丹纳班 这样 你念给我听 我都不晓得 你在叫我 对不对 瓦利斯典贝林 就瓦伟源 这都不好 而且 后来我就 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上面 写孙大川 他底下 用罗马评音 巴厄拉邦 我的家人可以叫 巴厄拉邦 但是 你们平常叫我就叫我孙大川 你们发出那个音 一定很古怪 就跟我到国外去的 说那个外国人叫我 穿穿穿 那个叫孙大川 穿穿穿 有的时候 江城起 以为是酸辣汤 对不对 就干脆叫 Joseph 孙 就叫Joseph 就好了 对不对 这是为了方便 我就怕我的小孩子 将来用这些名字 在学校 诶诶诶诶诶诶诶 然后叫不出他的名字 这个 多可怕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 法证变化 从宪法 一直到接受这个名称 你就可以看那个改变 然后 民国85年 1996年 宪法上面讲 开始有行政方面的变化 成立了行政院的原住民族委员会 委员会 这是一个部会级的委员会 那时候 我就是去当那个第一任的那个政务副主委 那个时候去 然后就有机会写笑话 就是看那些官场的很好玩的事情 以后慢慢跟你们讲 以前 想到这些政治人物 想当个科长 我们都好像肃然起敬 我到了那个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看到连占也不会觉得紧张 然后看到的 原来都跟我们一样平凡 而且有的还很烂 不是有的 大部分都还蛮烂的 所以就觉得 原来是如此 所以很多东西啊 都是你想象的 你跟他有面对面的接触 一戳破了就好了 所以大家不要去崇拜那些偶像 那些很有名的大师 讲那个哲学 讲的头头是道 但是他生活一点都不哲学 不是说假的啦 就是人就是人 都跟大家 你没有少人加一分 也没有多人加一分 所以 不要被那些假象 那行政院原住民主委员会成立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突破 也就是说原住民的事物 开始有一个中央级的 那个来做统合 然后 我们的行政的部分 你看哦 有了原住民主委员会以后 省政府那时候是精神 神还没有被剪掉 省政府那边就有一个原住民事物 那个地方的都要加上事物 原住民事物委员会 后来被精神以后 被划归到中央来了 然后 我们的 直辖市 高雄跟台北 台北率先 那个陈水扁是很厉害 他率先其实还比中央还早 他是在民国85年的 年初就成立了原住民事物委员会 所以那个省直辖市 高雄也成立了 然后在原住民那个 人数比较多的县 也成立了原住民行政局 或者是原住民行政科 通通都有 那台湾有30个山地乡 有25个平地原住民乡镇市 然后这个是乡镇市的层级 然后到县有这个菊科 然后到省或者是直辖市 有原住民事物委员会 然后中央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从中央到地方的原住民行政 就这样被窜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 我在当副作业的时候 我们到县市 我们一下子就抓55个原住民乡镇市 然后就 我记得就带他们到日本 好像跟你们讲过了 对不对 我带着那些乡镇市长去日本 去考察 是真的考察 然后我们还分两线 一个是走三线 走三线的我就把它叫做 然后走海线看海的 叫做 然后我们就有自己的队歌 我们那时候只有两个女乡长 都被我们当作宝样 我们就创造那个什么 我好像有唱过 听过吗 就是那个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住民行政的结构 宪法这个层次已经突破 行政这个层次也突破 然后也因为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 所以他开始制定了一些跟原住民相关的 专属的法律 过去原住民 没有自己的法律 都是行政法规 可是原住民成立以后就开始有这些法律 我们第一个制定的法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现在的教育就是根据这个法 只是政府还没有完全的落实 但是就根据这个法 然后这之后 有原住民的身份认定的条例 也开始原住民的工作权保障法 然后就一直一直下来 现在我们大概有九个 七八二九个左右的原住民的专属的法律 一直到了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他把原住民的行政的工作 那个想象又往上推上去了 这个就是请大家看一看被绑架的主体 你们找出来一下 对 第七页左右 原住民问题 第五页 实质正与虚实之间的这个段落 我就提到了 公元2000年政党轮替 当然从1990年代开始修宪 然后这段时间是国民党政府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原住民来说 可是他们的整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里面 还是把这个原住民的问题当作是一个社会问题来看 包括我们的马英九总统 我好几次跟他不好意思说警告 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讲说 原住民的基因没有问题 是机会有问题 哪一个人的基因会有问题 怎么用这种想法呢 是机会 机会就是一个社会机会 我们机会是有问题没有错 但是我们的基因也没有问题 本来就是你不用废话讲那种话 显示在国民党的脑袋里边还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 公元2000年政党轮替我们都下台了 公元2000年那一年的三月 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 他们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词 忘了 请我去做关于原住民事务的演讲 我那时候的演讲的主题 就是一直提醒我们国民党的执政者 把原住民的问题回归到 把原住民当作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来看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社会问题来处理 那时候马英九还举手发言 我印象很深 他就是那时候就讲说 记忆没有问题 机会有问题的问题 后来现在不然有没有改变 所以下一次碰到他可以问他看看 可是一直到 而且到现在大概我看国民党的脑袋还是这样 他们以为让原住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给他们更多的保障 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不是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更牵涉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东西 就像我把你弄得好好的 可是叫你不要做台湾人 那种情况一样 那那个陈水扁政府最大的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 不管他是绑架原住民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最大的进步 就是让原住民的问题变成是一个民族问题 他在他第一次的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这种准国与国关系 国对国 Nation to Nation的这种 国中之国这种提法 这个提法其实是我们那时候跟马凯他们提的 那时候没有人欣赏 后来他一拿去用以后就突然变成了这个 然后他那时候说要弄宪法专章 大家就看那个第五页第六页这一些段落 你可以看到那个 我认为这个是对原住民事务的最终极 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现在的马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然后能够回归到这个 把一个民族问题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个路上来 那也因为民进党政府 有这样的这种 把原住民的议题放到一个民族的高度来去处理 所以呢 在这个八年当中 原住民的行政的法规 行政的法律这个部分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突破 包括完成了原住民的基本法 这个也通过了 原住民的基本法 是 就等于是原住民的宪法一样 是很重要 它里面有非常进步的一些想法 只是现在就闲荡在那边 因为那个基本法弄了以后 它相关的执法要去修订 然后呢 要去跟主流社会的很多的法律 进合的这些部分 要把它加以处理 那这个部分的进度 明显的有落后 现在就要看我们的马总统 怎么去看待原住民的问题 然后有没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 过去八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 能够找出一个两前其美 双赢的一个做法 这个大概是原住民的法证存在的 主要的内容 那有一些细节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 可以看看我写的这一篇 被绑架的主题 那在公元2000年之前的 我写过两篇文章 都收在我夹缝中的族群建构那本书 一个是跟台湾原住民的行政空间有关的 另外一个是 就是原住民的夹缝中的族群建构 这个比较从原住民的 泛原住民意识 跟台湾族群互动之间的一个讨论 那个大概是民国八十年代初期写的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我那个时候讲的事情还是对的 而且好像基本的问题 还是没有改变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 可以帮助大家在原住民法证议题这个部分的一些了解 这个大概就是原住民的法证存在 我就做以上的这些介绍 这些反省 那我们我说过 这个法证的这个变化 这些部分 它达到的一个目标 是把那个原住民的议题 它的客观面 客观的存在 客观面 或者是满足了一些原住民 继续生存的一个客观的条件 就是我前面形容的这些东西 大致上来说 主流社会这种客观环境的改变 使到原住民很多很多的法证议题被提升 也建立了一些客观的法证的架构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客观面的这种变化 可是呢 一个民族 或者我们人都是一样的 客观环境条件怎么样改变 不然是好事 但是你主体 你这个人 你自己的创造力 你自己愿不愿意存活下去 如果这个部分 你没有一种觉醒 你没有一种决断 是不行的 所以那个原住民的主观面 主观的这个条件 也必须被满足才行 也必须被满足 那这个主观面 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是他自己的自主 他那个他自己的主体意识 我们 我们叫做主体 我们通常讲的主体性 他的主体性 我们也在讲台湾的主体性 原住民也是一样 他愿不愿意承认 而且是接受自己 是一个原住民 主体性的这个部分 是很要紧 但我们反省那个 从民国七十年代开始 从原权会开始 一直到政民运动 然后推动这些法证的变化 这些部分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原住民的主体性是醒觉的 也就是说 有意识到 原住民也很希望能够 让自己的主体性 透过各种的客观的实践 让它被满足 所以看起来这个部分 是没有问题的 从主观条件去看 主体性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原住民本身 已经意识到的东西 但是你要满足 你的主观的能动性 除了你的主观意愿 有主体性之外 还需要别的条件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 有时候骂我们自己的同胞 每次我们的同胞 在外面做事情做得不好 我们说你要改变 他说你不可以讲 我怎么可以改变 你不要侵犯我的主体性 然后谈一谈事情以后 汉人不要来管 这是原住民的主体性 就开始有这种说法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被原住民这样骂过 滚回去 你们不要跟我讲 这是我们的主体性 然后动不动就把它 跟原住民的主体性连在一起 我们渐渐会 主体性这个 好像就变成一个保护伞 我因为现在是公共电视台的董事 我们也负责原民台的事务 我们原民台的朋友 就常常碰到这样 要稍微一个 根本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但是他把它拉到主体性来处理 没有办法 好可怕 你现在你很难谈 这跟有一些过度的台湾意识很强的 你一讲他就讲 这个是主体性 一样 变成不讲理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一过头以后就很可怕 而且也没有积极性 那变成一个保护伞 变成你躲在那个里面 你的那个能动性就不够 所以显然还需要别的东西 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的创造力 你需要一个新的工具 你需要有一个去创 去实践你的创造力的 创造力的这些东西 你需要一个新的工具 去实践你的创造性 那这些新的工具会是什么 原舞者比如说 他就用传统原住民乐舞的学习 重新去出发 让原住民的乐舞 从部落到舞台 让那个原住民的音乐 是从部落那个传统的技艺 变成是舞台的艺术的表演 比如说这样 明显的这就是 要找到一个新的工具 去实践你的创造力 这样子的时候 你的文化就不只是过去的 它具有它跟现代对话之后的 一种新的适应 它可以有一个创造性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那这几十年来 我们原住民在这个部分 有一些地方成功 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 我们很多的传统的手工艺 我们的服装的编织 大家都现在都已经可以看到 但是很可惜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很好的养成的规范 比如说应该有一个 像在日本 你修那个神庙 就是他们那个神道教的 它那个屋顶 它就是传承下来 那个从年轻的到老的 有一个机制让他们去学习 像做那个传统的那个纸 我到日本就很喜欢去买 他们各种各样的纸 最传统的做法 他们新的有 可是旧的 他们通通都大致上都没有忘记 都保留一种机制 让想要学习传承的去学 然后他们的和服也是一样 有时候很贵很贵的 因为它是大市集 他们有分层 就跟他们的那个 日本人很可爱 连插花都可以搞成这样 给你累到十几年 就一直上去 就是会玩这个 我们就是都不行 蓝鱼 那个地下屋 你就算是什么建筑博士 你去盖盖看 一盖就马上淹水 可是老人家盖的 空气流通 光线没有问题 一下雨 从来不会淹水 传统的这些技术 然后石板屋怎么盖 这些东西 我们台湾都没有一套机制 没有一套机制 原住民就这样 做啊弄啊 然后后来做那个琉璃珠 做出来以后 开始卖 品质也很难讲 然后还彼此杀价 砍了之后砍自己人 就是砍这个样子 所以它那个一直都没有 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体系 那我们很多的艺术家 都是很好的工艺 如果各位有空 像现在暑假到了 7月到10月之间 花莲台东这一带的阿美族 开始以理性 开始他们的丰年纪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 如果你这个没有工作 没有饭吃 你去那边一个月 你每一村一直喝 一直吃吃喝喝 可以两个月 一毛钱都不用花 你胖胖的回来 这个我们很 这边像都兰那边 就续集了一大堆的原住民的艺术家 喝酒啊 看起来很颓废 我都把他们叫做游魂了 他们在这边跑来 然后什么 你可以看到那种很有艺术天分 但是没有办法被组织起来的这一堆 包括都兰国中 那个书包就是打个闹在卖的 其实那个都兰国小都兰国中 不是现在才红 已经差不多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用 周美清去以后变那么红 还好是我们的好朋友在赚钱 以前跟他们吃饭 都要我们要请客 现在去 请了请了 就叫他请客 所以这些东西不只是原住民的问题 是整个台湾的文化政策的问题 怎么去看待这种事 原住民的祭典 像现在我一直觉得花莲台东这一带是原住民的 我把它叫做山海文化圈 有九个族群 而且我告诉大家 原住民的大部分的记忆 在这个九个族群当中都还活着 虽然很危险 但是这二十几年来 原住民一直在努力在恢复他的记忆 北南族的大猎记 猴记也在 排湾族的五年记 这个阿美族的以利杏 布农族的达尔记 通通都在 南云那边从那个小村 再没有人去注意就会死掉 可是他们都还活着 这些祭典都 那个记忆的乐舞也还活着 就是要赶快努力去把它弄下来 我们现在国际上 我们有叫无形文化资产的登录 我刚刚看了一个报告 无形文化资产里面 这几年的工作 没有根本就是那个里面乱七八糟 有一天我们的文字法定下来以后 其实那个实践面 几乎是特别在原住民这个部分 几乎是白孔 哪一天 我最近指导一个学生 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就在讨论这件事 我们无形文化资产没有原住民被登录 我觉得很好 那么庞大的 比如说塞下族的矮人记 它怎么可能不是台湾最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 大猎记里面那么庞大的记忆 为什么登录出来的是寒郸爷呢 我觉得好奇怪 我对寒郸爷没有什么不爽 可是差好远 连妈祖这个东西 能不能够这样去处留 我都觉得有意见 特别台湾的这些庙会 始终跟政治这些都连结在一起 我觉得还是要慎重一点 中国大陆那边很关心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 他们一天到晚找我们 他说台湾不给你们帮忙 我们帮 他们要帮我们去登录 我想一想也可以 反正我们进去再说 台湾不重视我们 我们就通通进去 接中共进去也不错 那个脑筋 我们的文化政策 没有重点 没有一套一套的体系 没有一套的体系 都是那种一直撒那种 做很周边的事情 可是那个核心的东西 我们没有厘清 这个都是很可惜的 所以原住民在这个部分 都存在 但是里里拉拉 无论是手工艺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我本来平常像冬天 我大概都会穿比较原住民的衣服 我至少那个套的是原住民的 我都像这个包包 我本来的书包也是 已经弄烂了 叫一个帮我弄的那个 叫他帮我重做 结果他这半年都准备要去选 那个县议员 他都不理我 所以我就只好再买一个烂 不是烂书 另外一种没有特色的书包 我以前这些都会带 这些东西其实 在台湾 那么热的地方 你要去参加一个宴会 你不晓得穿什么衣服 我以前还穿糖装 那种那种 你再说你汉化太深 我读台大的时候 因为看到许志摩那么飘逸 还买了一个长跑马瓜 我的大姐夫从大陆帮我们 可是我都不敢穿 光亮在那边 亮到我本来很瘦 太胖不能穿 送给人家 现在一直在想 还要不要再买 不然就普通的那种 中式的那种 我也不太敢穿 因为我帮人家讲说 可是我要穿什么呢 我穿西装打领带 我会死掉 我就是那种 喊会流汗的人 你知道我当原住民副主委的时候 每天都要穿 绑着这个 我下来都说 我这边都鼓鼓的 叫什么骆驼一样 现在没有了 每天都说 你不晓得穿什么衣服 台湾好没创意你知道吗 你去看菲律宾 都都有自己的衣服 你们弄一弄嘛 我们穿穿 不要让人家误会 我们这个是什么汉化 你们创造一下 这些东西 都有这些困难 跟这些难题 我们都在 但是怎么样把它整合 把它变成一个体系 这是要努力的 这些从乐舞一直到手工艺 那些我通通都认识 就是现在最近跟那个李沙利 就在弄那个原住民的文物馆的过程里面 更看到了这一群人 有的真的很棒 他就是缺乏一些力量 一个国家的政策 就像日本人在处理他的无形文化财 日本人在处理他的很多手工艺 技艺的这种传承 其实我们跟日本那么说 日本那套很多东西是 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很可惜啊 政府都在这方面 不知道 我一直对现在文件会的这些做法 跟一直都觉得怪怪的 应该我去当副主委 当副主委可能好一点 我第一件事情就把闽隆讲堂 把它当作是所有官员要来上课的地方 这个我们不够 但是我要特别介绍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最能够呈现原住民的主体性 然后又真的掌握了工具 而且好像具有能动力的 我自己看 在台湾原住民这二十几年来的过程里面 一个最突出表现的就是原住民的文学的建立 原住民文学的建立 这并不是因为我去从事这个工作 就是办那个《山海文化杂志》 然后有这样的 然后我特别讲它 请大家不要把我想成是那种 很爱这些民生的 完全不是 而事实上 我在从36岁从比利时回来 我一直觉得原住民的第一件工作 就是要协助原住民进入台湾的书写世界 介入书写 我把它叫做介入书写 我们以前都是口传的 有它的优美性 我跟大家前面讲过 但是呢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需要一个另外一种工具 你又会用口传 又能够掌握另外一个书写的工具 这本身仍然有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 我前面一直绩效这种文字的这种可恶 对不对 可是呢 也有它可爱之处啦 我觉得原住民应该要自己写 把它这整个的经验写出来 那我以前因为念哲学的关系 非常不喜欢文学 我听看到那个文学教我就觉得好恶心 一件事情讲得那样 我印象很像那时候那个林怀明刚从那个纽约回来 他有演讲 我们那时候大吉啊 大善是大事 我们女同学 我跟他们一起去听 我们的女同学听得如痴如醉 那个林怀明 我是鸡皮疙瘩 我很敬佩他 可是那个说的 我因为我对文学 有一种排斥 我非常不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 我觉得他们的文章根本就是没有道理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历代文学那个散文 我的老师几个 我们做的报告 我都是在骂那些古文的 我在那个唐宋文里面 比如说 那个韩玉写那个建佛古表 我的报告就是挑他里面 他根本不懂佛学的那些东西 骂他骂得很惨 然后看那个欧阳修写的众求论 我就用那个逻辑分析的方式 去推他的那个论证 我说他那个根本就是 不好意思说狗屁不通 就是那个根本就是那个逻辑建构不起来 我那时候就专干这种事 就是我的老师 那个叫罗联天过世了 他这个又好气又好笑 我就是非常不喜欢唐宋文 我觉得那种文人 我一直到后来我现在教聊斋 我很喜欢教聊斋的故事 我真的看到一直到民国初年 因为这一套这种中国文人的养成方式 使到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完全被捆绑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 我有时候看中国近代史 讲到那个我们跟外国人接触以后 那个人家外国人在打仗的时候 他的那个想的东西 那我们的那个做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些政府官员 都是文人 他还在那边写诗 他们两个是讲一件事情 就是孔梦 完全没有近代人的脑袋 我看了好痛苦 你知道 宋代以后 我们如果把那个中国跟西方并列在一起 我们焦点放在知识分子 就是处理政务 处理政治的事情 这件事情去看 我们是严重严重的落后 我们完全没有这种科学性的思维 就这些东西 我怎么又扯到这里来 我要讲什么 我又忘记 要介入文字 介入书写 可是为什么会扯到那边 就骂人了 不喜欢文学 可是呢 我就是从那个 比如说在弄那个 在想原住民的问题的时候 我才发觉到 文学是 真的是经国之大 以前那个曹培讲的一点都没错 你写哲学论文 你写的再怎么好 过去了就没有 谁会耐心去读你 除非也是一群神经病 读哲学的人去读 可是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那么多人还在读唐诗 你听这个叶佳英老师 他在讲这个唐诗诵词 从更早的这些诗文去 好美 而且我们的美感经验 其实是最影响我们的东西 那显然文学不是像我 所以我36岁以后 是非常谦卑而且痛悔的方式 回过头来拥抱文学 虽然我就是不会写 我的那个文笔 我就是不是一个文学家 我可以真诚地写一些东西 但是我实在 我没有办法像洛宇军他们 每天想着一个故事 然后把自己关起来 几乎到那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我每次都笑他 我说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阳光一点 可是我好佩服 怎么可以这样子 忧愧 我就没办法 可是我真的觉得文学是重要 而且是他会传世的 他会后来是形塑 下一代的人 他的美感经验 跟他的想象力的这个东西 所以呢 那时候我们上海文化杂志 是成立的说 我那时候的想法 就是要创造一个平台 让原住民能够去写东西 中国时报不要 联合报不要 我要 通通都来 我的想法最初是管它好不好 通通都给它放进来 把它造成既成事实 满地都是原住民写的东西 看你将来怎么去查 对不对 那时候的想法就这样 所以那个 就要办这个杂志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也不太知道 会有什么效果 其实那时候 我找不到我们自己的作家 也不知道谁在写 然后 这个怎么办 我觉得那时候想办了以后 讲说 十篇文章里面 有七篇 汉人写 跟原住民有关的 有三篇是我们自己写的 就不错了 然后我们那个杂志 从民国1993年 一直到公元2000 我那时候也是设定到公元2000 因为办杂志你们都知道 实在是一个很好彩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那个八年 是怎么过的 我们编到公元2000年 我们几乎最后的几本 通通都是原住民写 我发觉到是原来原住民 那么想说话 他有蓄积太多的情绪 他想说话 而且没有人要听 没有人要看 所以那时候办那个 弄了以后 还办那个文学奖 那时候请那个原明会帮忙 都没有 一直到现在还是 我们都想 有钱就办一个文类 多一点就办两个文类 这两年就又没有钱 又没有办 可是我们就觉得 一没有办那个诱因就会没有 所以这个 一个是看出那个介入文学 介入书写这个事的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体性 我们的感受 应该是 如果透过自己去写 应该是一个 最直接而且是最好的方式 第二个 策略上面介入书写 我选取的是文学 当然其他的论文也都有 但是主力 我的那个焦点放在 要培养原住民的文学创作者 就到公元2000年 结束的时候 我们杂志是现在还在 但是后来编年轻人的 后来还出一点重书 但是山海杂志是没有办法再继续 现在正在努力把它变成网络 我在公元2002年 在集结 那个从1990年代开始的 原住民的文学 汉语文学的创作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到居然有那么多的作品 我也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们后来印科 我们出了一套书 就七本 那个说其实更多 因为我在选这些文章的时候 脑袋是用史料的角度想的 原住民都没有写 好不容易写 管它是好坏 是垃圾 反正就是 以后都变史料也说不定 可是那个初安民说 你再这样走我就不跟你出了 你要把我弄到去死 他那个说 他弄七本已经把他这个 那个初安民是很好玩 逼着他弄的 然后当然我也去把他找一点钱 给他帮忙 可是呢就是 让那个原住民的这个文学 做一个总的这个汇合 那我就发觉到 统计下来 我们差不多十五年的期间 我们成熟的作家 就是会持续创作 甚至会出书的 已经有将近三十个人左右 而且那个他的分布各个族群都有 当然很可惜 我们一个很了不得过大奖 那个 50岁死掉 我记得他死掉是在前年底 我那时候正在山上打猎 我们大猎记 被男主 我的那个学生打电话来 说法法过世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那时候他要五岁 然后我们讲好 这个过了年之后 要给他过五十岁生日 就这样死掉 真是很可惜 而且他已经进入一个成熟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跟另外一个被男主的 是最早用长篇小说的方式 进行创作的 以前几个日本朋友 他就在看中国近代文学 现代文学的发展 从散文师 什么时候开始有大部头的小说 他就问我 原住民什么时候有大部头的小说 他前两年问我 第二年 那个玉山魂这些小说 跟现在迪冠这些小说都出来了 他们就像我的宝一样 不说我的宝 应该是原住民的宝贝 我们把它这个 看到这些二三十个作家 能够 我们就是替他们服务 帮他们去申请 创作的经费 这一类的事情 然后准备 我们二十五号 要成立一个原住民的笔会 作家的笔会 大家一群好朋友 就想延续这个部分 那这二三十个原住民的文学家 成立了以后 他们的这些作品 就不只是在原住民圈里面 在流传 学术界也开始注意到 那公元两千年 因为政党轮替的关系 意识形态的关系 突然台湾各个大学 都在成立台文所 然后很多历史系跟中文系 如果还没有台文 他也开始 尽可能也开一些 跟原住民文学有关的课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原住民的研究 从过去只是人类学的研究 到民国七十年代 开始有社会学 心理学 教育学的东西进来 一直到八十年代 什么议题都进来 文学的研究就更多 那现在像我们美英 像去年给22个硕博士生口试 里面七成都是原住民文学的研究 换句话说 它也变成了是一个 学术方面的发展 那我一直觉得一个文化 只要能够跟学术合在一起 它就有比较长远的发展 因为一发展就会 要有人教 所以就要有一些教授 要会被培养出来 那看起来 我好像事情也都做完了 可以瞑目 就可以休息了 大概的原住民的 我们在想 原住民介入书写这件事情的想法 是如此 那关于原住民文学的这个部分 我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 这里我只挑了一两篇给大家 一个是山海世界 这个其实是我们山海文化杂志社 成立的时候那个创康号的续 总续 后来收在我那本 《山海世界》那本书里边 这个续如果不到三千字左右 可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 它是一个对原住民文学的一个宣言 它的语言的策略 它的总目标 跟它将来跟世界接轨的这件事 其实这十几年来 除了我们 我一直跟日本那边有合作 日本那边已经把原住民的文学家 文学的作品 已经创 已经我们合作翻译 已经翻译到第十卷 第十本 日本人都没有忘记 我在半山海的时候 那时候就在台大这个附近 没有台湾 没有什么文学教授来看我们过 可是呢 我们成立的第二年的寒假 日本的学者就来 暑假又来 然后带着他们的学生 他的学生从硕士生到博士生 会当教授 每一年都会来看 跟我们的作家做朋友 其他作家的家里 跟他们喝酒 我很佩服日本人这个 现在在台湾 我们的文学家们都 大部分都不来 他们也没有跟原住民作家 有比较深的友谊 就是开会的时候 大家哈拉哈拉 不够 完全不够 你必须走到他那里去 你必须跟他 有生活上的接触 这就是日本的精神 日本人有很多很讨厌的地方 不过就是有一些这些部分 我不得不惊讶 而且我们十几年来 只有他们坚持一直要翻译原住民文学 已经十卷本了 现在我们在做最后一本 也因为这个翻译的关系 他们培养出一大堆的原住民文学的翻译者 研究者跟学生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正向的这些发展 各位都可以去看一看 我写的这些文章 然后有一个更早期的 就是原住民文学世界与心灵的磨血 这是在中外 最初是在中外文学 这也是很早的一篇文章 那个时候正在呼吁 台湾的原住民的研究 怎么样脱离人类学报告式的这种 转换成我血 以前是他血 变成是我血 然后转换成是用文学的形式 而不是一种学术报告的形式 来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心情 那时候所写的 然后那个时候 清大正好就在月寒堂 请我去做一次演讲 那次就在文学台湾 那篇演讲他们把它整理出来 我那个题目就叫黄昏文学的可能 后来那个有整理出来 有出书 那个时候我们也引起了台湾一些文学研究者的注意 就想办法在这个里面多做一些工作 那关于文学的这个区块 就请大家看一看这些文章 那个细节我就不再多谈 那个上一次给大家示范的一部分 就是原住民文学最初的时候 有一些作家关心的议题 比较是那个呐喊的 控诉的 比较对自己的历史主体性要去寻找定位的 现在是我们看莫娜能的诗 看那个 胡德夫的这个诗歌 也大部分表达这样的内容 那个算是原住民早期 有文学的样貌 可是到后来的发展 议题越来越宽 然后那个文类越来越繁复 然后包括现在年轻人在 在那个网路文学上面的一些新的尝试 然后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些 关于文学语言选取的这个策略 所以我这里有一篇文章叫做 从生藩到熟悍 好像没有写在这里吗 从生藩到熟悍这篇文章 就比较从那个文学语言的问题去讨论 我们后来发觉到原住民的 原住民式的汉语 无论是从词汇 语法 语气 那个意义 那个象征 这些都对台湾的汉学 或者台湾的汉语的这个边界 在进行一种挑战 那使到台湾将来的汉语世界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多元 然后还包括一些文学本质方面的研究 比如说 这个原住民的文学 是不是一定要透过文字来呈现 我们早期的口传文学 那种只靠声音 或者是说那个文学里面的音乐性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你们知道真正的音乐是不需要填词的 你一填词就把你所有的感觉局限在一定的思维里面 真正的音乐 它就是纯粹的音乐 它让你纯粹进入那个不受那种限定的 那种感官的那种开展开上面 那这些东西对那个文学本质的研究都有 都有一些影响 那这些还有那个台湾文学史 跟原住民文学之间怎么样去对话 像这一类的问题 事实上都是那个跟原住民文学 除了创作之外相关的文学议题 那现在很多人也在做一些研究 那我通常一讲这个原住民文学 我大概要讲12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细节去谈 也请大家谅解去看一看这些文章 好不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会是最后一堂 我们就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看一些周边 我们可以轻松一点 我们开始学一点歌 我们要教你们的歌要唱一唱 然后做一点点整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